好 然后下一条说 针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宽容 持续恶化 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82%的受访者认为 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 64%的受访者认为 犹太人在美国面临歧视 首先来说现在犹太人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 是嫁了犹太人 犹太人在美国 我觉得歧视什么 我不知道 其实他们太有钱了 其实他们影响力太大了 在美国少数民族的节日 放的最多的就是犹太人的 犹太人的节日 基本上都是全美国的节日 我觉得犹太人在美国影响力 非常非常的大 在这种 媒体行业 电影的行业 你几乎不是说歧视犹太人的问题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 对犹太人好像不够尊重的话 你在好莱坞 基本上就混不下去了 好莱坞的演员 对犹太人稍微有一点不尊重 基本上你就没有偏而可拍了 大的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后面都是犹太人在把持着的 所以你对犹太人歧视 你是在找路吗 我不知道你怎么歧视犹太人 是吧 把以万卡嫁的都嫁给以万卡 那是美国公主 对不对 以万卡就是他 他爸没当总统之前 就是美国公主 美国甜心的那种 对不对 都嫁给犹太人 你还想要干啥 我不知道犹太人是要上天 是要还想怎么着 我的天 你们还不够尊重 我的天 还要干啥 穆斯林 穆斯林是这么个问题 穆斯林的问题是 什么以前有个美国人 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 就一个美国人 白人 然后穿着短裤 T恤衫 弄一个包 比如跑哪 突然把这包扔那了 扭头就跑 然后别人那都看他 不知道干什么 觉得这哥们疯子 然后他穿一个白袍 照着头 背着个包 扔那扭头就跑 他一跑那时候 都跑 你看 他这东西 穆斯林 也要自己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也要自己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说实话 这个东西怎么说 我们非常优秀的 中国留学生 他叫什么来 然后想不起来了 波尔顿当时 搞那马拉松 是被炸死的 咱们的中国留学生 去当义工 也被炸死了 对吧 我不说 你也知道 去来扔炸弹的 那两个人 是什么种族 对吧 什么信仰 所以怎么说 是吧 这个东西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我只能说是事实 这是没有办法 是事实 好 然后他说 美国是高收入国家中 女性处境最危险的国度 高收入国家 被枪杀的女性中 92%的来自美国 但是说实话 高收入国家中 被枪杀的 不管是任何人 92%的 应该都来自美国 因为高收入国家当中 美国现在可能就是枪支 碎泛滥的 所以枪杀案的主要集中在美国 所以其实跟女性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然后他说 美国女性被枪击致死的概率 比其他高收入国家 高了21倍 美国仍有1280万名儿童 生活在贫困之中 5岁以下的贫困儿童的 数量多达350万 其中160万生活在极端贫瓶中 美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每12人就有一人 缺乏足够的食物 赌人数达550万 我说实话 就是说咱先不说女生 咱先说儿童 他说女性和儿童 你知道在美国 有一些夫妇 如果不能生孩子 想领养一个孩子 在美国 想领养一个 还要多难吗 非常难的 简单 要接受到非常多的 非常苛刻的 这种就是说领养的考察 所以导致了很多 美国夫妇 如果想领养一个孩子的话 干脆去中国 中国好像是5000美元领养一个 你把钱交了 你就可以领养 没有调查 什么也不调查 就跟卖孩子差不多 所以就是说 美国状况 我现在知道 很多的美国不能生育的夫妇 其实领养的都是亚洲的 都是中国的小孩 特别多 而且很多小孩 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之后 要回国认亲去 还有很多这种事 我们今天都听说过 所以美国儿童 还是非常受 在美国儿童 在美国我觉得是 有点过度受保护了 我经常在马路上碰到 那个小孩 就是没大没小 真是没大没小 从上去擦身而过 撞了你一下 后来跟你说 What's up 就七八岁的小孩 你知道吗 他妈 你就说在中国 你就一个大嘴巴的扇过去了 你知道吗 在美国算了吧 算了吧 惹不起 美国大小孩 我都坐牢了 对不对 扭头我都走 惹不起 去你妈吧 所以美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小孩 你说小孩受歧视的可能性 真的比较少 在中国 你经常能够看到 当然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 我10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们在天津 经常有那些 就是说很穷的小孩过来 要饭 很穷的小孩 来要饭 在美国要饭 你是不可能看见小孩的 马路上绝对没有小孩在要饭 我靠 要有小孩要饭 那边见了个警察 就来那报警了 马上就有人报警了 在美国要饭 一定是成人 只有成人才能要饭 小孩敢穿要饭 哪个家人敢派孩子穿要饭 警察就给你的 就给你的孩子没收了 你的孩子就不是你的 那孩子警察 警察就给你拿走了 就觉得你照顾不好 你就别照顾了 你知道吗 而且有了小孩之后 你不用让他出去要饭前 有了小孩可以找美国政府 要补助 我知道很多非洲裔的美国人 生了一堆孩子 搁家里 就靠这帮孩子吃美国份 我补助就可以了 就天天坐沙发上 看电视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小孩领补助 在美国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我真的 我不太认为 小孩会怎么样 女性在美国 现在就是metoo运动 很多好莱坞的 大的制片人 大的导演 大的这些演员 都受到了冲击 前两天哈恩斯坦 刚刚被判了强奸罪名成立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 纸牌屋的主角的 安德鲁的木下总统 也是因为 就是metoo运动导致的 当然他是被一个男的告了 被男的告强奸 但是也是整个的 metoo运动之下 然后导致后来纸牌屋 最后一季没有男主角了 对吧 然后美国女性 在这种同仇 同工同仇上 也是一直在争取 各种的这种运动 所以相对来讲 我目前个人感觉 我觉得美国女性地位有点过高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 她在追求的男女平等 实际上某种程度 有点男女不平等了 还有刚刚关于少数主义也是 有一些话在美国 非洲裔的美国人是可以说的 他说的没事 前两天在地铁上 有一个非洲裔的一个美国人 拿着喷雾剂 就不让亚洲人站在旁边 如果谁站在旁边 他要拿消毒液喷谁 然后后来就算了 之前前几个月 有个白人女性 拿一把雨伞 在地铁上攻击的 一个亚裔的女性 然后被警察抓了 然后好像还判了什么社区劳动 但是非洲裔的男子就没事 我当时我跟我老婆也说 我说这个玩意儿没办法 警察没抓着 抓着他也没辙 因为他是一个非洲裔 你没有办法用种族仇恨的这种罪名 因为他是一个非洲裔 你一定要明白 知道吗 在这个国家 人家是有特权的 某种程度上他有特权 很多你不能说的话 他能说 很多你不能做的事他能做 警察来了 他也没什么辙 你知道吗 如果换过来 那天在地铁上是一个白人 不让亚洲人到他身边 还拿消毒液喷 这哥们倒毁了 我跟你说这事闹大了 但是很可惜 那是一个非洲裔的哥们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 他是一个非洲裔的 所以谁也没法说到什么 你懂了吧 这就是美国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 我觉得有点 现在有点倒过来 他们在欺负别人 你知道吗 还有同性恋也是 我支持 我尊重同性恋 你知道吗 但是你现在出去买点东西 只要是好的东西 你会发现 都是给同性恋准备的 我对此极为不满 你知道吗 挤压的我们这些职兰 都没有消费空间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 就是咱们叫平等 对不对 我不欺负你们 你们也不能欺负我 是吧 好吧 我觉得在美国 现在主要受到歧视的 还是我们亚裔的直男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是受到极大歧视的 你知道 好吧 然后再看 说美国的移民遭受非人道对待 零容忍政策 导致大量儿童被迫以亲人分离 这个是事实 川普总统他们弄了很多人 给送回去了 导致但是小孩留下 但是是这样子 就小孩留下不留下 你自己决定 你愿意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 但有些人就愿意 我孩子留下这让他在这 18岁之后再申请我 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然后对于移民来讲 我觉得真的不能算不人道了 很多移民是这样 据我所知 在没有拿到绿卡之前 实际上都可以 当然你要看哪些州 再像纽约这些州的话 我不知道别的州 纽约州是可以 就是说在拿到绿卡之前 一些移民都能够申请一些 医疗保险 穷人的医疗保险 反正要看了 但是有一些非庇护州不行 所以美国它是分的 有一些庇护州 像纽约这些庇护州 对非法移民是非常好的 加州的话 非法移民直接给你发 你可以申请这驾照的 纽约也是这样 纽约根本它就不查 你的身份 我记得前日 都还说过 纽约有一个男的 也是亚裔男性 然后非法移民 没有驾照 无照驾驶 然后超速驾车 被警察抓了 然后求刑 你还怎么着 被警察放了 我就觉得这哥们 应该给他直接 下一班飞机遣送回去 竟然被放了 不过当然了 有一些红的 共和党的州的话 移民的处境就不太好 所以要看你去哪个州 所以我觉得移民 如果尤其没有身份的 非法移民的话 你还是应该去加州 和纽约这种 那样庇护州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对吧 好吧 然后说 美国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动辄退群 毁约 频频制裁 动武 2001年以来 美国不断的对外发动战争 花费的财政开支 超过6.4万亿美元 造成的死亡人数 超过了80万 导致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这个也是事实 美国一直在打仗 但是每一次打仗之后 他都尝试在当地建立一个民主制的 民选制的国家 而且他从来不搞殖民地 就说不管花了多少钱 我们打完了仗之后 我们都希望帮国家建立一个民选的 民主的 理性的一个政府 我想这是美国做的 他打仗 真的这点你还是要承认 所以实在的也就是美国这样子的国家 拥有这样的军事实力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话 这要是让希特勒 拥有现在这种美国这种军事实力 还多了 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 独特的国家 不过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其实讲的人很多 然后就是说 最后就是说美国对 叫什么 对肆意践踏他国人权 说美国3月11号发布的 涉及我国的人权报告 说我国外交部12日就回应了 说美国人权报告 涉及内容的老调重弹 罔顾事实 混淆是非 这个报告和蓬佩奥的讲话 充满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坚决反对 然后再隔了一天 3月13号 我们也发了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中国外交部指出 新疆事务存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政府在新疆依法采取反恐 和去极端化措施 美方无权对此说三道四 中方敦促美方反省和纠正错误 停止利用人权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好吧 这个就人人见人知见智 反正这点我要承认 美国国会也好 美国政府也好 对于中国目前在新疆采取的这些政策 是有很大的不满的 对吧 新疆所谓的再教育营这个事 刚开始是我们报道的 2018年我们涉嫌报道 当时很多人都说我们胡说八道 但是后来陈全国同志 在新疆是倒行逆施 最后引起不光是维吾尔族的不满 也引起了汉族基层官员的不满 所以很多人把陈全国的一些 发下来的一些政策的红头文件 都曝光在纽约时报上 那么以前我们也报道过了 400多页的文件都曝光出来了 就是说认为陈全国胡乱治理 不光是维吾尔族受到了残酷的打压 连一些汉族的一些原先在其他的 就是江登民胡允涛时期治理的非常好 受到表扬的一些汉族官员 最后都没有办法了 都忍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陈全国自己也应该 在新疆的治理问题上 也自己也应该稍微的反思一下 是吧 如果光是维吾尔族人说你不好 如果汉人说你好 我都觉得最起码你对汉人还不错 对不对 但是汉人的基层官员都如此的怨声赛道的话 我觉得你是吧 你就自己也想一想这事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好吗 谢谢大家